今次介紹的單位就在這個新的居屋 屋苑裏 這裏是一個385呎的單位 這裏的護主是一對退休的夫婦 他們有一個要求 希望可以將單位由一個一房的單位 變成隔多一間房 護主另外有一個要求 希望隔多一間房之後 陽光依然可以由房內帶到出廳 令廳更光亮 細房因為我們做了一個 semi open 的空間 所以我們的色調會和廳差不多 我們要留一條路去尾位浪衫 所以傢俬放在兩邊 我用了玻璃的木框托門和玻璃的屏風 再加上下面一幅矮牆 做了這間房的背牆 最大的功能就是希望陽光可以透過玻璃 直接引入這個廳裡 因為間隔是玻璃的關係 很多人都會擔心私隱道的問題 所以我在拓門的後面做了這個竹簾 我將書桌、書架和衣櫃組合在一起 變成整體一組的傢俬 以櫃門的手抽位做了一個大圓 看上去中式的感覺會更加濃厚 主人房以粉色木皮家具 配卡其式游出牆 感覺好reliance 衣櫃門用了白色調子拖門 多虛偽又可以作點綴 書架這裡我做了一個中式入筍的概念 做出來就好像木板卡木板的效果 看上去就有趣些 為了配合整間屋的主題 這個書房的腳位我都做了一個圓 去配合我中式的概念 護主也有個要求就是這個竹木籠 他希望竹木籠擺出來 令人看得到 而且他比較喜歡中式的味道 所以我就從這個位置開始出發 引發到整間屋的設計 設計師特地設計了一個比較深色的電視吊怪 配合張木籠的顏色 令張木籠和電視櫃看起來 比較有一致性 我們用了這個實木地板 做這個特色牆 為何用實木地板 因為實木地板的物料比較厚 看到木紋的質感比普通的木皮強很多 同時 主人房門和廁所門都做了暗門設計 擴大了特色牆的面積 令客廳看起來更加大 顏色牆以外的牆 設計師用了白色的文化石牆 做配襯 原來連燈光都有巧妙的 我用了這個白色明裝的蛇燈 做了一個配襯 令到它射出來的光 射到白色的文化石裡 會有光暗的 contrast 很強烈 看起來的質感就更加強烈 我們要解決護主的處物問題 我們做了一個獅子櫃 右手邊放大型的物件 左手邊下面是鞋櫃 上面是櫃桶 放鑰匙人包電話 最後我們做了一個玫瑰鏡 去highlight一下 居用原則的洗手間 左邊是L型氣光 旁邊就是座廁 空間絕對不好用 設計師就把它改成現在這個樣子 為了更善用空間 廚房改用隱瞞 主食用了新啡色、新灰色和白色 仍做出同客廳及睡房自然不同的味道 在星本上面做了一面灰鏡 令廚房更加有空間感 至於主食爐上面的牆 由於主食的時候油煙大 故此做了一個白色光深的雲石磚牆 方便清潔 廚房桌面選用了擦紙面的桌面石 摸上去更加有質感 主食爐下面的廚櫃 做了一個隱藏式拉臘 放調味料 我做了一套這麼漂亮的廚櫃 在廚房裏面 我亦都預留了一個空間 把垃圾桶收起來 就可以方便出入了 最後我在門口的後面 做了一塊高身的玫瑰金鏡 當你出門口的時候 穿鞋換好衣服 照一照帥仔才出門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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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